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赵福表示亚币国际机场扩建计划 由大马机场控股有限公司出资推行 不涉及政府拨款 因此没被列入最近公布的国家财政预算案 相关计划下 当局将在亚币国际机场 新建一座多层停车场 现有的航站大楼将被扩建以容纳更多设施 他表示一旦获得内阁批准 该项计划将在明年开跑 扩建后的亚币国际机场可应付更大的客流量 从现在的每年900万人次增至1200万人次 另一方面 也是行动党秘书长的陆赵福指出 考虑到目前已有多名在职领袖受封勋弦 行动党将在明年3月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 讨论是否调整党禁止在职领袖受封勋弦的规定 陆赵福说 目前沙巴及雪狼鹅的数名火箭在职领袖 都受封勋弦 根据他们的解释 他们并没有自荐受封 而是统治者主动册封 无论如何 他强调 目前火箭禁止 在职领袖及国州议员 受封的规定仍然存在 火箭的立场是 在职领袖应专注于为民服务 不可自荐受封 此外 陆赵福指出 火箭在明年沙巴州选的最大目标 是收复伊罗普拉和斯里丹荣州议席 他说 在上届沙巴州选 火箭赢得六个议席 但很遗憾的是 其中两名候选人在重选后跳槽 导致火箭痛失伊罗普拉和斯里丹荣州议席 他提醒所有党领袖 不管是国会议员 州议员还是部长 他们的官职位不是个人的 更非个人财产 那是因为党给予机会 他们才能够拥有 任何人以党的名义胜选后 跳槽他党都是叛徒 因为如果不是党给予机会 他们根本没有上阵机会 他也虚请新当选的沙巴行动党中委会 立即全面投入下届周选的备战计划 确保火箭赢得所有席位 另一则新闻 在陡湖阿拔市路屋里的 甘榜嘉迪昨日发生一起严重火灾 一名五岁男童在屋内被烧成交尸 大火迅速蔓延 设计范围达1.57英亩 被烧毁的大部分是木屋 一部分是砖木混合结构屋子 萧整队抵达后 使用水槽车及开放性水源展开灌旧 成功将火势控制 遏制大火造成更大的破坏 沙巴青州为您报道